回到不是秘書的身份 回到海洋大學法正系教授的身份 其實國際海洋法對於我們的海域 其實很清楚的規範 領海基線12海里叫領海 24海里以內叫領街區 200海里就是經濟海域 其他部分就是所謂公海 那在領海的話有所謂的無害通過權 當然我們知道 台灣海峽如果作為一個國際通行的海峽 當然我們是可以讓其他國家的船隻進出 這個毫無疑義 可是對一個沿岸國一個基本的尊重 應該再經過 如果進到領海的話 其實是應該通報的 所以我覺得我們這樣的要求 應該並不過分 事實上美國也好 中國大陸也好或其他任何國家 我覺得只要跟我們國防部 通報也沒有居於任何形式 我想這個是兩國之間的一種默契 要怎麼訂定 在國際的慣例都有所遵循 所以我覺得這只要符合這樣一個基本的 國際上線互惠的一個機制 應該要運作並不困難 那他這樣子點名的這三個國家會不會是 可能其實是要對中國那邊喊嗎 我沒有看到他是怎麼說的 因為他說大陸台灣跟越南 他就是挑戰 是美方 對美國的軍事 他認為這些規定就是你要去通報這個規定是非法的 那會不會其實就是中美在較勁 如果說只要進到十二海裡 加法庭的一個決議的話 他認為南海完全沒有任何島嶼 都不符合國際海洋法官的島嶼 那如果是不符合那個 換言之那他把它視為是個國際通行海峽 當然就沒有領海等等這些問題 可是毫無疑問的太平島 我覺得至少十二海裡的領海 絕對這個是符合國際上面的規範 所以越南情形我不多言 可是至少太平島 它作為在整個南海 是最大的天然島嶼 我們完全符合了島嶼的一個認定的一個條件 所以應該有的主權 我覺得我們自己要提出 我相信這有過去有很多的文獻 這些都提出來了 無論剛才說的十一段線或九段線 這些在台灣過去都是我們的歷史水域 所以應有的主權我們應該要爭取